那旁邊一個小船那個是要飲水人的嗎? 橘色嗎? 旁邊不是有一個小船跟著 那個是推他的船 那是推他的船 他可以倒車出來 但是他會偏離航道 那是怎麼推啊?他用什麼推? 他用拖船的推啊 那邊他頂頂在他的船上那邊 待會他要怎麼出港 你不用講你一定知道 要怎麼出港?他現在要出去 退了以後然後退一分錢對不對? 不好意思 退到這邊以後他要左轉對不對? 對啊他現在退到這邊是不是要往左邊 然後前面不知道有沒有另外一艘 如果有的話他從那邊頂過來 是不是船就轉過來? 是不是很快就轉過來? 其實他就跟那個滑槳類似 對不對? 對 對對對 因為船他本身載很重啊 你說他不會轉嗎? 會啊 可是他轉得很慢啊 那我們高雄港的這個回轉池 他很小 就是大家進來都要在這邊走轉右轉 你如果在那邊弄很久 是不是所有的船都比較有 大家都不要動 都塞船了 所以我就脫船有沒有 你自己這也是要付錢的 可是可以加快速度 而且比較有效率 而且比較精準 比較精準 他待會幫他轉了 欸轉好以後 他就往前開就可以出去了 是不是? 就是 上次有一個在巴拿馬用的 那個船不是翻嗎? 沒翻 長次輪 對對對 因為船在控制跟車子不一樣 那個車子你遇到重控踩煞車就停了 他用輪子 船他緩應的時間比較久 他沒辦法煞車緩 對啊 而且他本身又載那麼重 那這一艘七萬多燈 他就載了大概 他載到馬來載到將近七千個二十尺的火櫃 所以你現在要把他看他的吃水仙 吃水仙嗎 那個 吃水仙就是 紅色旁邊那邊有一個尺龜啊 紅色跟灰色大概在中間那邊 紅色跟灰色的交接那邊 有一個白色的尺龜 他其實也不用看吃水仙 你現在看那個紅色露出來那麼多 就知道他大概在幾層啊 那個白色的尺龜 他沒有載很多 他大概載個五六千 他沒有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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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也有啊 而且你看他的船 船手有沒有 他那個都露出來 他載的不多 他載的不多 我好久沒被你買 我好久沒被你買 他上面的就是貨櫃 都是貨櫃 這是貨櫃船 這是台北城街那個萬海的 喔萬海 是台北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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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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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